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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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最后排都看到这些幻灯片? 是不是最后排都看到?听到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听不到 看不到 前面有些位置可以走下来 首先很感谢Brain Foundation 叫我来说一些关于凝脂障碍症预防方面的东西 首先也是介绍一下小弟 我李绍华 就在青山医院做 其实在青山医院做 前前后后三十年 一九八一年我就在青山医院做 一九八一年 修华 就去了其他地方又再回来 现在还在青山医院做 过去二十年就是做老人精神科的 做老人精神科 我们老人精神科 主力有两三样是我们的主力 一样就是老年的抑骨症 抑骨症就是不开心的那些 我们也有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痴癌症 或者叫做凝脂障碍症 都是我们很多老人家有这个问题 一方面 我在这方面做了很久 去年开始我也是叫做照顾者 因为我爸爸也有一个 我认知障碍症或者痴癌症 去年开始 那我就... 我看东西又有另一个角度了 那我就... 因为这个真的很贴身啊 真的 我就要比较时常回去 看看我爸爸是怎么样了 现在是... 那我就... 所以两样东西我也是 那我顺便就问问大家 有多少在这里是照顾者来的? 有没有? 这边有几个是不是? 有几个是照顾者来的 和我都是这样的 那... 那... 那一会儿或者有机会 大家都可以分享 我就很乐意跟大家分享的 那... 好了... 那... 初初回来呢 我... 1993年年底 我就... 在纽西兰回来做这个老人精神科 那初初就真的... 那时候呢 1993、1994年那时候呢 社会真的不是太多 认知障碍症或痴碍症的 那时候不是太多 现在真的很多了 现在真的很多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现在呢 那个重点呢 慢慢我们会遵循一下 如何去预防啊 等等 因为越来越多人有 那我就... 那... 现在可以这样的 你... 如果有问题呢 我一会儿大概说 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 那如果大家一会儿有问题 可以在尾尾 就有问题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 现在你... 一路说的时候 你说真的有些人 很想在某一点上 想知道什么的 那... 也都可以跟我 立刻举手 那我们可以... 就回答大家都可以 那... 那首先要知道呢 这个... 要预防呢 首先要知道它的成因 是不是 就是你要知道它的成因 那些痴癌症 或者认知障害症 的成因是怎样的 那你才可以预防的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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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现在呢 由一秒开始呢 我就不会说痴癌症 又叫做认知障害症 又叫什么症 那我现在呢 就开始用一个叫做认知症 那认知症 就等于刚才说完那些东西了 因为不是... 很难说的 那... 那认知症的成因呢 主要呢 有三方面的 认知症的成因 一方面呢 就是... 退化 有脑退化 或者叫做亚时痴癌症 那... 佔这个认知症呢 大概是它二分之一左右 或者百分之五十 六十左右呢 是退化引起的 那这个... 就一方面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大部分呢 就是血管性的 或者英文叫做Vascular 或者... 那些细胞需要一些血管 就是... 去供应一些氧尿啊 氧气啊 给它 那如果那些血管塞了 或者是它窄了呢 是会引致那些老的细胞不够养分 去死亡 那之后呢 就会有个认知症的了 是的 所以... 这个呢 佔大概百分之三十 鬆一点 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就是这个血管性的 那另外呢 就还有呢 百分之十啊 或者十多呢 就是我们叫做... 我们的英文叫reversible 就是说那些原因呢 可以救治到的 那那些呢 就譬如是什么呢 譬如... 我们有些... 有时会见的 就是说譬如它... 其实呢 是抑鬱症来的 因为抑鬱症呢 那些对答呢 就差得很厉害 很慢很慢很慢 以为是痴癌症 那如果救了抑鬱症呢 就可以帮到手 或者有时在脑部呢 偶然之间会有 或者刘医生的症可以补充回 就譬如有些脑瘤呢 也都会是... 令到病人好像是痴癌症那样 但是当脑瘤割除了 那这个... 认知症呢 就会消失了 那... 大概呢 百分之十 就是... 到呢 是... 十个之中的一个 是这一类的 好了 那... 那... 所以知道这些原因之后呢 那我们呢 其实我们主要呢 因为百分之三十多呢 是因为这个血管性的 所以我们呢 就很想呢 控制一些血管的因素 令到呢 血管呢 就是那些脑... 细胞 就是那些脑的血管呢 就不要再塞 或者如何防止它再塞下去了 那... 所以我们开始呢 就要预防一些慢性的疾病 例如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这些这样的呢 就是... 血管... 阻塞的... 基本的那些疾病引发出来的 好了 这里大家先明白这件事情 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啊 那些 那我又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 有空就量一下血压的习惯呢 好啊 好啊 有的就举手看看 真的很多啊 这个... 差不多一半是不是 好啊 大家... 量血压是用哪种血压计量的? 啊? 手指那些啊? 手臂... 有没有人用手腕的? 有没有人用手腕机? 全部都用手臂机吗? 全部都... 为什么这么聪明啊? 那... 那因为现在.... 现在日新愈异啦 科学先进啦 那... 有的就是 挤手指的 有些就去手腕 有些就去手臂 那... 实际上越上... 越接近心臓的就越准确 那我也非常强烈提议 大家用是... 那 3000셨元 飙机呢 是到ores outlet 是几百元一家 我买了一家 给了爸爸了 不会忘了 然后又买了多一个 就买了两三个给他了 用手臂肌 好了,量的时候左手右手有没有分别的? 左手比较好一点吧? 谁说左手比较好一点的? 其实大分别就没有,总之 哪一手方便就哪一只 因为有时候有些家居是左手方便一点 有些家居是右手方便一点 因为香港的环境很小,不可以做的 但是通常我提议大家固定 每一天固定一个时间 好了,这个时间没什么所谓的 不过我们的习惯性都是早上的 大家早上去量一下血压 是不是? 好了,所以就量一下血压 如果血压高就找医生看看 通常我们提议不要说一次血压高 就去看医生 那就不是很划算 我当然很开心,我做医生 但是就不是很划算 你们一定要至少两三次以上 高血压高,那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用一个 他们自己的血压计量 医生理论上就不应该用那些 电子那些 我们医生是一个水人的血压计量 听得准一点 你明白吗? 糖尿病,有没有人有空去去询一下糖尿? 有没有的? 有没有的? 好了,询糖尿是怎么询的呢? 糖尿,你如果真的要去询 要去询一下,当然要去询一下化验室 但是化验室,你去询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是要空肚的? 知道就举手了 不知道呢?不知道要空肚的呢?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很熟 所以呢 血压,如果你有血压计量 就每天量,一早量一次就可以的 如果真的没有了事的话 那糖尿呢,如果有差不多的岁数 一、两年念一次都可以的 如果真的的话 那如果念糖尿的时候呢 就空肚 什么叫空肚呢? 我们的空肚就是 譬如今晚,明天我要抽血 那今晚12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到第二天早,九点钟就空肚 那么就尽早去抽,因为都肚饿了 那么抽完之后就可以吃了 这样叫空肚,明白了 但是糖尿孤月下呢,这些因素是阻止 这个血管性这个认知障碍症的 好了 第二个因素呢,就不吸烟,就不喝酒了 不喝酒呢,一会儿说 不吸烟的,其实我们上一代的人是吃烟的 这一代呢,我们现在这一代 看看大家有没有人吃烟的 他就从未吃过烟的 哇 这么厉害啊,这么健康啊 一看下去呢 八成这里的人都不吃烟的 我爸爸就吃烟的 我爸爸就吃了很多烟 以前一天吃两包 现在就不吃了 我又分享我爸爸 为什么我说不吃烟也挺重要的 因为我现在想起来 如果我爸爸不吃烟 他可能今天头脑也挺好 他吃烟就吃到什么呢 就是有一种叫肺气肿 大家都知道肺气肿 或者叫长期肢气管炎 他也有 那么肺就是一般的 那么就 这几年呢,他是这样的情况了 如果他要走得远一点 就要带氧气的 就是现在有 科学昌明,我们在家里也有氧气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他一旦有些感冒 或者严重感冒 他就不够氧气了 那就要吸氧气 那吸氧气有时候也不够 那就要进医院 那么去年呢,有一次就真的是 严重的感冒 那么就引发肺炎,就进了医院 那么呢,就进了医院之后呢 那可能在当中呢 可能在当中呢 就那个... 比这个脑 那个氧气不太够 可能就是差一点 那么总之,就去年 那么上一段时间呢 都是 出院之后呢 就开始有些认知障碍症 那么他就... 既性就叉了 开始了 既性叉 那... 既性叉 他就开始... 那些兴趣就少了 以前就很喜欢看电视 看报纸 那现在他就很少了 现在 那又不出家 以前很喜欢出家 现在很少出家 那他又... 但是都... 又不幸争之大幸 照顾来说 都不是太过难 我们... 就是... 我就每个星期都... 多数快看一次 那我爸爸就是... 就因为这个肺的问题呢 就... 引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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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如果没有... 那他如果没有... 那我再说一会 如果他不是这些 那... 那... 不用进医院 就没有这个 那他没有感冒 就不用进医院 如果他不是因为 他这个有肺气肿 那感冒就不会这么严重 那不是吃烟 就没有肺气肿 那是不是不吃烟重要呢 是吧 就是... 一路数下去 是吧 那... 我爸爸吃烟 那... 我就不吃烟的 我就不吃烟的 但是我爸爸吃烟 我知道了 所以吃烟就... 其实劝了他不吃都很久了 不过他就说... 通常人们是这样的 有一种叫做 戒买不戒食的 是吧 知不知道的 你们有没有这种的 我爸爸真的是 所以叫他 喂 你不要吃了 真是这么厉害 他说 我不买 戒买不戒食 不过他经常去喝茶 那喝茶的 和他一起喝茶的人 就... 又塞了两三支烟 给他他 他就会吃 那他其实都吃到... 其实是几年前才不吃的 我爸爸八十多岁 好了 不吃烟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 我看大家都没有吃烟 就很好 如果真的有吃烟 或者... 照顾家人有吃烟 那... 就可能叫他... 不要吃 那... 如果介买不介食呢 那... 叫他的朋友不要吃 就把烟给他 这样 那... 那... 不喝酒呢 其实就比较上 就是... 要再少少解释多些 不喝酒的意思就是 不要喝过两个酒 因为有... 在西方社会 或者西方文献 就说 喝少少酒是好的 少少酒 什么叫少少酒呢 就是说... 喝一红酒 每晚喝半杯一杯 就是好的 那...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 其实... 有几个... 调查研究 就在法国做的 那... 法国呢 就说... 就做了很多人 就把那些人分开 一种不喝酒 一种喝酒 那... 那法国喝少少酒的人呢 他的认知障碍症 那个发病率呢 竟然是... 比完全不喝酒的人 那... 所以他就说 喝酒 喝少少是挺好的 那... 那... 当然法国情况来说呢 他又找到第二样东西 他就说呢 喝红酒是稍微好一点的 那... 那... 但是红酒呢 就... 贵啦 那... 那我们也... 我爸爸也不喝这些 我妈也不喝的 那... 那我们呢... 他们喝什么酒呢 叫做养命酒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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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OK的,喝一點點就OK的 其實喝酒行氣活血是好的 就是喝一點點,但是喝多就不好了 喝酒就是這樣 在香港的地方大家都很明白了,是嗎? 好 好了,這個被保護大哥免受外來撞擊 當然在我們香港比較少會發生 在外國就比較多 因為外國的老人家真的很活躍 外國的老人家 因為我在外國住過四年 老人家有很多事情做 因為子女不在身邊,你知道嗎? 外國很有趣 子女到18歲就離開了 就不在你身邊 回來,一年回來一次 我們就叫團連回來 他們在聖誕節回來,回來幾天 平時就叫老人家自己照顧自己 他們就做很多事情,剪草等等 做很多事情 又出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有些就只踩單車等等 保護大哥免受外來撞擊 就是踩單車的那些 你要戴頭龜 這樣 千萬不要不戴頭龜就踩單車 外國就因為不戴頭龜 做了很多這些 一旦有這些 腦撞一撞 一旦出血就很難搞 為什麼腦出血很難搞呢? 因為腦,你知道腦那些 就是我們… 腦其實那些物質好像豆腐花那樣柔軟 好像豆腐花那樣的 就不要受到任何的損壞 那就保護大腦免受外來撞擊 那在香港怎麼保護大腦免受外來撞擊呢? 因為我們… 又不是那麼多老人家踩單車 我爸爸如果下街 那輛車就叫輪椅 現在他有車 那輛車就叫輪椅 那我們推他下街的 那我們當然就小心一點 上下車的那些都是小心一點 那麼… 在香港呢 我覺得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扣好安全帶 搭車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做這個習慣的? 搭的士的時候要扣安全帶 那麼… 所以就… 在香港要養成這個扣安全帶的習慣 就算是撞車也好 那就不會大腦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那麼… 還有一個我自己經常做的 如果搭的士就算了 那麼有幾個位置的嘛 有後面一個位置 司機旁邊一個位置 那麼你們會坐哪個位置呢? 你們搭的士 啊? 司機後… 司機後… 司機後面還是司機旁邊的位呢? 啊? 後面 好了 坐司機後面的舉手 這麼多 坐司機旁邊的舉手 那我們就… 我又在大陆坐過的士 大陸的人很喜歡坐司機旁邊的 如果在大陸做這個調查一定會反過來的 他們的人就喜歡坐司機旁邊的位置 他們有點傻 因為司機旁邊的位置最危險的 叫做死亡位置 沒辦法 因為司機會有一個自動反應去保護自己 因為撞車的時候 所以令到司機自己的傷亡率會減到最低 令到司機的傷亡率減到最低 即是你旁邊的傷亡率是升到最高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司機後面保護你的反應 其實做過很多調查 就發現坐司機旁邊的位置是最危險的 我們坐的士就盡量坐在後面 但有時候沒辦法 有兩個情況我都會坐在前面 第一是太多人 我大大隻隻坐在前面 第二是你要付錢 付錢的時候你一定要坐在前面 這樣 好了 運動 運動真的很好 運動保護很多東西 我們這裡只是說保護認知症 運動大約有三四款運動 大家知不知道哪三四款運動 有一種叫做大洋運動 你知道嗎?大洋運動 有一種就是 我們英文叫做通靈 其實是希望肌肉比較健碩的運動 那些運動 那些香港先生那些 舊舊的肌肉都凸出來的 那些都是靠運動做出來的 有些運動專門是令你的肌肉結實 很健碩的 有這種運動 也有 比如舉啞鈴 另外還有一種 就叫做伸展運動 伸展運動 有很多中國的運動是伸展式的運動 譬如這些八電錦 有很多的都是大致上的伸展運動 其實除了這三類運動 還有一類運動 我自己覺得要告訴大家 就是平衡運動 譬如太極的那些是平衡的 他訓練你一個平衡的那些 那些四樣都各有好處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就多說一些 沒有興趣的話就少說一些 因為看著個鐘 那要看一看 大家有興趣還是沒有興趣呢 有 好了 有興趣的話就多說一些 那 大洋 外國那些 的分析 就多數講的運動 就是想你做一些大洋運動 大洋運動 那大洋運動你怎樣才知道自己是大洋呢 就是做的運動是氧氣多了呢 氣喘 是的 好像我現在講書那樣氣喘 什麼 什麼 出汗 你起來 發手掌 這個起來起來 厲害 是的 沒錯 要氣喘的當然 不是希望大家氣來氣喘 是有少少的喘 還有呢 是有少少的汗出 這樣才是大洋運動 當然如果你做了很久 你可以多出一些汗 等等 但是如果沒有這兩件事 或者你是醫生 可以做多一件事 你按住自己的脈搏 脈搏要快 快到差不多 一看一個個 通常我們會說 100到120 起碼 你跳到這個位置 你才會有大洋 如果不是沒有大洋 其實 所以呢 就是大洋運動 那大洋運動 其實你做什麼都可以的 你可以走樓梯 可以跑步 可以去健身 做一些跑步機 什麼都可以的 總之你得到這個效應 就是那個心肺功能是增加了 這樣就OK的了 那它那些就變成了 是比較劇烈一點點的運動 明白了 這個劇烈一點點 那麼就 對了 另外怎麼做呢 就有兩三類的提議 一類就是我們這裡提議的 我就覺得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個人喜歡固定的 就是每天做 譬如你每天做 譬如你每天做 譬如你量完血壓 就做 這樣就比較好一點 譬如你每天步行三十分鐘 每天步行三十分鐘 那一個星期步行了多少分鐘 多少分鐘 210分鐘 210分鐘就是幾個小時 3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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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提議就是 3個小時 2個小時左右 每個星期就可以了 每天30分鐘 任你怎麼做都可以的 但是有一些在外國 因為外國有很多老人家做事 其實他們說 你做事的時間就不行了 那他們提議就是 每週 就是每個星期 就做兩個半小時 那些外國 那些外國 就可能會 將他們說 禮拜六比較忙一點 我做一個小時 禮拜日我做一個半小時 就是外國 所以你看這些文獻 有時候說兩個半小時 有時候說三個半小時 三個半小時通常是每天三十分鐘 兩個半小時那些通常是外國 就是分兩次做 就明白了 這個是大樣運動 那肌肉那些 其實沒有什麼文獻 就說 大隻佬做多些肌肉 就會防止這個 這個認知症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就不說了 這個舉啞鈴的 這個就不說了 那麼第三樣 我剛才說什麼 第三樣是 伸展 沒錯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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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上是中國式 多些的 外國就比較少伸展 雖然都有 但是少些 所以外國的文獻少些 但是我們中國很流行 叫做拉筋的 拉筋的 拍打的 現在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 打的 拉筋其實是一個伸展運動 伸展 我自己又覺得伸展是需要的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 二十年前就不需要伸展 因為肌肉好像很柔軟 但是到現在 就慢慢覺得 為什麼肌肉很緊呢 第二天你不做 那些伸展就很緊 你們有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伸展是好的 因為其實 伸展之後整個人是鬆了 那你們做什麼伸展運動的? 剛才有這麼多人做的 你做什麼的? 啊? 八段感? 又是你啊? 這邊有沒有人回答? 啊? 有沒有啊? 啊? 太極啊? 你那些什麼加的? 啊? 楊色嗎? OK 還有沒有啊? 啊? 不加? OK 八段感就真的好什麼 剛才那裡有位朋友 做了兩手托天的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伸展的 自己找一個伸展運動 八段感是挺好的 那你做多久啊? 你做八段感? 半個小時 是的 那又有沒有走啊? 那你全部加上一個小時了 慢跑 慢跑加上八段感半個小時 是嗎? 慢跑九個字 那你夠了 是的 那你現在也不覺得你有認知症 是嗎? 是的 這些活生生的例子 大家也知道 所以呢 運動真的有用的 那我自己現在也是 我還沒懂 八段感在學習 在學八段感 如果明年還有人邀請我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八段感 好了 伸展運動我覺得是挺好的 我就推薦大家做 那因為 年齡這麼久 很容易緊的 我們香港人 最後就是一種平衡運動 平衡都需要的 平衡我們就是 在香港最多就是太極 剛才有說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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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色 那這樣也OK的 最重要是跟師傅 那 學太極 八段感的一定要跟師傅 不要自己說看書 或者看YouTube 等等 因為 不跟師傅 學錯了 就麻煩 因為 很多人說 學太極 尤其是那些 學一下膝頭疼痛 學一下有醫道疼痛 那些 其實是跟錯師傅 或者他不教 師傅有教你 你就聽不到 這樣 那就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 如果是跟得對 教得好 這些應該就沒有問題 應該不會讓你的筋骨會痛 這樣 好了 那運動就大致上講完了 好了 均衡飲食 是 其實呢 你問到這裡 其實就是 沒有問題的 本來 但是15分鐘就 好像剛剛做 很快脆而已 15分鐘 是沒有問題的 分開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就 如果你說是心肺 就 剛剛warn up就停了 這樣而已 不如你不要15了 你再耐一點 比如20分鐘 這樣才分 這樣就好一點 15分鐘真的太快 快一點 好了 還有一些 都很有趣跟大家分享 其實呢 其實有西方那些 因為我自己做精神科 其實不用做運動也可以的 都有作用的 只要你打算去做運動 你知道嗎 在腦裡 譬如我這樣 在腦裡 想像自己做 原來 都有效用的 你知道嗎 其實他怎麼有效用呢 這個人的研究很厲害 這個人 有分兩堆人 一堆人 一堆人真的做這些 他這個做是做一些肌肉 肌肉那些 這樣就能量到 因為肌肉多大塊 一堆人就真的鍛鍊 一堆人就不用你動的 你就在腦裡 舉啞鈴就可以了 這個實際真真正的要舉啞鈴 這個就在腦裡舉啞鈴 他就發覺在腦裡舉啞鈴那些 那些肌肉都大塊了 不是開玩笑的 大塊了 只是 真的有舉啞鈴的六成 六成 都不錯 大家如果不想這麼辛苦 就在腦裡做 也有一點點用 不是說沒用 這樣 所以呢 我這裡不是一個開玩笑 而是 為什麼呢 有時候我又很佩服 中國一些 你打太極 你的師父就叫你 不要只掛著動 你的腦都要 腦裡也要有一些東西 是不是太極的時候這樣教你的 不只是教你 只是手 或者腰怎麼動 你的氣怎麼去 腦裡怎麼去想像 都要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有 回頭看起來 是科學根據的 大家 我原來初初都不相信 但是他真的都弄出來了 是不是 腦又有轉變 肌肉又大塊了 那你 靠腦去動 原來肌肉都會大塊的 這樣也是很厲害的 做了幾次 不是一次 所以 我們的人腦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好了 所以 腦 好了 講飲食 飲食 西方已經有很多文獻了 已經 但是那些文獻 其實歸根到底 就是說 地中海那邊的人 歐洲地中海那邊 就是希臘 意大利 那邊的人 很少 認知障礙症 少很多 他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吃地中海的飲食 那你得這個認知障礙症的機會 就大幅減少了 好了 那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地中海型的飲食呢 多菜小肉 是 口淚多 是 OK 其實呢 就這樣去分析就可以了 地中海型的飲食呢 就是他 吃地中海的東西 地中海生產什麼 就吃什麼 那地中海的氣候是怎樣的呢 知道地中海的氣候 它生產什麼 那我們就知道它吃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 那地中海說明有海 說明有海當然有海鮮 所以地中海第一要有海鮮 是吃魚的 好了 那我們廣東人是吃魚的呢 當然吃吧 除非 特別情況而已 其實我很喜歡吃魚的 我太太也喜歡吃魚 我們吃了很多魚 我就強烈推薦大家吃魚 因為我們魚 雖然魚是不同的 大家都是在海裡捉的 它是在地中海 我們在南中國海裡捉 都是那些魚而已 那吃魚 那做什麼 地中海 地中海大家都想到 這個很… 陽光雨海灘等等 基本上跟我們淺水灣這些天氣都差不多 那… 那… 他剛才說的 他也會生產什麼呢 蔬菜 他當然是吃很多蔬菜 有很多藻類的東西 剛才說的 那個位先生說 藻類的有很多藻類的東西 都知道,會很厲害 你站起來 這個很厲害 站起來起來 拍掌 很多藻類 还有什么呢? 很多果仁类 地中海也有很多果仁类 还有一样东西,现在我们也有很多 油是用橄榄油的 地中海有很多橄榄 我们以前买飞机蓝鱼就有橄榄 但是身体没有 现在很多家居都用橄榄油 唯一我觉得我们广东的食物 跟地中海有些不同 就是我们的菜是煮熟才吃 她的菜是生吃 她们是吃沙律 生吃的,我们是炒熟吃 我觉得我们的好吃些,她的不是很好吃 不过我太太喜欢吃沙律 我喜欢吃炒熟的那些 第二样唯一,就是做不同 就是我们吃饭,吃米,他们吃面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广东那些 除非你特别是多油多盐等等 大致上都很吻合地中海盈的饮食 如果大家吃自己现在吃的东西 希望大家也吃广东那些 那就少盐少油 大致上都很吻合地中海 那我也觉得 应该是搞定的 明白吗? 这个又 那他们在外国 因为外国知道的 外国的人,尤其是美国那些 大家都知道 他们不是吃这些东西 他们是吃汉堡包的 汉堡包也不止 汉堡包是双份汉堡包 双份汉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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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肉 他们那些人 就不是吃地中海盈的那些 那些我们就 他们就很麻烦 因为地处这个广东 就得天独厚 就挺好的 挺好的 啊? 乳酪芝士 乳酪芝士 地中海有没有? 有,当然好 我们... 这个问题 我自己也不喜欢吃芝士 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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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中国人 或者广东 尤其是 我们比较... 我想由我们祖先开始 很少喝奶 我们对奶的反应 有时候有些人 就难搞一些 喝了奶会肚子的 我们有些人 那就不要勉强了 那些就...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就可以喝奶 没问题 但是喝奶 我就强烈推荐大家 在现在而已 就不要喝大陆的奶 那就... 澳洲、纽西兰等等 都可以的 大陆我想 迟下都应该可以喝 不过暂时 说回来 当我们发觉 自由行不再来 买我们的奶粉 我想当时 大家可以喝大陆的奶 曾经试过有一... 我... 我中学那时候 那时候 我都喝过一些大陆的奶 叫珠江桥牌 好喝的 珠江桥牌 我强烈... 还有... 我强烈推荐大家 喝珠江桥牌 挺好喝 那时候我们觉得好喝 就因为打开了盖 去后面 哇... 那一层的高 很多的零石多 很好喝 那现在就少了 那... 这个均衡饮食就... 因为... 其实很多东西是说的 如果说到这些均衡饮食 不过就是... 说不到这么多 大家... 记得我们知道 就是说 我们广东呢 得天独口的 跟地中海很相似的 那就吃回现在的 那就减减一些盐 减减一些油 那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是很喜欢吃肉 很喜欢吃菜 很喜欢吃鱼 这些东西嘛 好了 这个锻炼大佬了 那... 当然... 西方文献呢 没有叫大家打麻将 因为... 鬼佬是不懂得打麻将的 鬼佬不懂得打麻将 是我们中国人呢 广东人呢 懂得打麻将 那打麻将呢 其实是训练过脑的 其实是... 这里呢 我又要讲一讲 我爸爸的故事 给大家听了 因为我爸爸呢 就是刚才讲的 去年开始呢 就... 他认知障害症 认知症嘛 是吧 我们新年回去跟他拜年 拜年呢 就... 那我呢 就... 我儿子呢 四个就跟他打麻将 是吧 好了 那你... 那你... 猜一下我爸爸还会打麻将呢 是不是以前还这么厉害呢 那... 那...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 啊 一家吃三家 都很厉害 还是很厉害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有些... 那这样 我们虽然说 是认知障害症而已 他现在呢 就是... 他记性也很差 但是以前他很厉害的那些东西 还是挺厉害的 譬如... 打麻将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还是打不赢他的 现在 可能明年呢 就... 再拜年就... 跟大家... 下次听我讲书 就... 再跟大家分晓 但是今年我们三个都输给他 一家吃三家 那... 打麻将这个呢 就... 其实真的要念念这个路 因为其实我... 我打麻将就知道了 就是... 除了留意自己 那副牌之外呢 其实要留意 定外三家是什么牌 是吧 你要记牌的嘛 你要分析的嘛 是吧 就是分析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爸爸知道呢 这个李绍华呢 他的... 他的动向是什么的 就是这个人是喜欢怎么打牌的 他喜欢... 他喜欢... 喜欢... 吃鸡糊啊 还是喜欢大牌才叫的 他知道了这些东西的嘛 他懂得分析 所以呢... 这个锻炼大佬呢 其实是分开几样的 告诉大家 第一 我们希望呢 要有少计性 要记住那些东西的 明白啊 那打麻将是否要训练你的记性呢 对啊 就是摸到牌 记住自己的牌 记住人家什么牌 三家你都要记住的嘛 不是实书的嘛 那你记牌 第二呢 就有分析能力才行的 如果分析能力一定会输的 那我们要有个分析能力 所以呢 起码 你要做任何训练大佬呢 就希望第一 就锻炼到自己一个记性 第二呢 就分析 那这个老部活动 才是一个好的活动 那如果加上你 这个老部活动 是令你赚到钱的 就像爸爸那样 跟你打牌 去赢硬的 那就更好了 是不是 在外国呢 他那些 他那些 他分开两款 他在外国很喜欢分析出来的 那么呢 他就 训练你那些记性呢 他就找得早 他呢 比如说 美国人最流行 就说 美国有五十个州的嘛 大家都知道 那你就记住 五十个州呢 那个州会是什么 譬如我们可以记住 中国的州会 譬如 省会 譬如 譬如 廣东省 就是 廣州 福建省 就是 啊 福州 是 福州 四川省 就是成都 那你记住了这么多 那就靠那些训练记性 那我觉得 如果有一样东西可以做 就不如找一样东西 所以打着 我觉得都合理的 就是从这里来说 那大家想到有什么 其他老部活动呢 有没有 夏棋 是的 刘医生 是的 有些人喜欢足棋 是的 足棋也可以 背那些唐诗 唐诗 诗诗诗诗诗 当然是好 这个也好 唐诗诗诗诗 有些意境 有些 那也可以的 另外一个就是建立社交生活 这个建立社交生活 那什么叫建立社交生活呢 那比如 那有些讲座 你们在这里听 都算是一个社交生活 那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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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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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来说 他觉得电脑已经是社交生活 因为电脑就 通过电脑就知道 我就觉得那些不算社交生活 因为要面对面的 才算社交生活 尽量 叫人出来喝茶 那就是社交生活 所以尽可能 就养成一个习惯 就离开自己的家 那可能下去下面的路人中心 或者社区中心 或者是怎么样 那就养成这些习惯 就 因为我们 跟每一个人的交往的过程之中 其实都是 刺激着脑的活动 刺激着脑的活动 那么 如果有这些生活的时候 那脑一直有个 很轻微慢性的刺激 是对脑的健康是好的 那现在就答三了 那我说 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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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停ie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他 等你一会喝一瓶 好的 积极学习是这样的 学到老用到老 什么叫积极学习呢? 就是不要别人推 就是我的儿子 最好不要别人推 就是自己去学 那学什么呢? 写字 写大字可以啊 都可以 学普通话 是啊 唱什么歌 什么歌可以 好 这边呢 这边有没有? 啊? 学上网? 学上网啊 学都可以 但你算是要有个社交生活 还有呢? 是不是? 学跳tango 学跳tango都可以 就好了 其实真的学什么都可以的 又是那句 那就真的要固定的 固定 譬如你星期一学什么 星期二学什么 你学这件事呢 最重要的是 对自己来说是新的 新的 譬如 如果我 写字已经很聪明了 那就不是叫你写字 不是学写字 而是学第二件事 学一件新的事 尝试一下新的事 不懂的事 自己以前都很害怕去学那些事 那就学那些 譬如以前不懂太极的 那就去学太极了 以前不懂八段感的 就去学八段感 以前不懂诵词 唐诗的 那就去学这些 那就去找 找一些名师 就固定地去做 那就有作用 要学自己已经懂的 就没有作用 明白吗? 因为要学新的事 所以真的要很积极 不积极就做不到 那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学这件事 因为要形成一个习惯 形成一个习惯 通常要多久? 最起码 哪个一个月? 你又很厉害 还有哪个? 两年? 还有没有? 辞之以恒 当然了 对 其实呢 一个习惯 但换了第二个习惯 通常呢 起码就要六个星期 因为呢 这个是有它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脑 要互相适应 它要重新建立一个 我们英文叫做Pathway 就是重新建立一条老的路 就是老的路 给它 那这个 那些老的细胞 要适应这些新的东西 是要这么长时间的 就是你太短了 它就适应不了 那条新的路 都没有起成 那你又停止了 那脑很厉害的 你不移动 它又不再移动 所以 找一个新的习惯 来代替一个旧的习惯 是需要六个星期以上 才行 所以你们学习呢 就很简单了 就是变成 譬如你去老人中心 那样 起码交两个月钱 那 起码交两个月钱 八个星期 八个星期之后 你会发现 我真的不太喜欢 那就可以停的 你不喜欢 但是八个星期之后 很有可能 你学新的东西 已经建立了 新的轨道了 那你就可能 都挺好的 学太极 那你跟着学下去 那不要说 我学一个星期 你跟着一个星期 你一定不想学 一定要 起码坚持这六个星期 那才行 明白吧 是的 那保持心境开朗 这个是必然的 是吧 那 绝大部分人呢 就 若果心境开朗 就八病都少一点 因为我这个 是由我们精神科医生 告诉你们 真是真的 多数人呢 就是来看我们 都是不开心 或者很猛争 这样的 那心境开朗 就 相当好 但是最重要是如何去做 心境开朗 怎样呢 想多些好的东西 好吗 参加多些活动 是的 刚才说得对 离开自己的家 有时候 有时候很有趣 不开心 不开心 我们有个朋友 简单 他不开心 就在商场走 走一走 打个转就很开心 不用买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有没有人 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 那些女性朋友 我有些就是这样 总之落个商场 一转 看完这衣服 不用买的 开心了很多 那 总之 另外呢 当然呢 我们又可以接近一下 一些开心的人 大家留意一下 身边的人 哪个比较开心一点 接近多一点 是不是 就是所谓有正能量的人 那我们会接近正能量的人 那做什么 自己想东西 做运动那一刻 挺开心的 没错 是的 是的 一个忙我的境界 做运动也挺好 看多一些笑片 令自己笑 笑多一些 有时候 不开心也可以笑的 又是有个调查 很有趣的 他呢 不需要你的内心真的很开心 总要你的样子笑 原来又是有作用的 其实又是跟刚才那些例子一模一样 总之你不用真的做那样东西 脑子做 那又可以 那原来发觉 总之 如果你不开心 但是呢 你呢 每天 他是这样的 他每天叫你 就对着镜 就笑 那当然 你未必要对着镜 那些对着朋友也可以 你说 李兆华 跟你这么老友 我就对着你笑 那些五分钟 你看看我是不是笑的 我其实他心很惨的 不过我对着你笑而已 那他说 是的 你正在笑的 那一天做三次 五分钟 那 跟那些人 真的很开心的人 那些人呢 之后呢 又有比较 又有 一半呢 是开心很多的 他慢慢慢慢是这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笑 不用一定内心笑的 总之 那个样子笑 都有作用的 这样 那 保持心境开朗了 睡觉 充足睡眠 那什么叫充足睡眠呢 当然第一时间呢 就是说 那些时间要够 那我们经常说 八个小时睡眠 那未必每个人不同的 那有些人可能 可能日后 现在两三点 又睡了半个小时 或者睡了一个小时 我刚刚说了一个小时 那么晚可能会睡少一点 那 但是 通常我们说八个小时 但是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睡眠的性质 性质也很重要 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呢 睡眠呢 就会影响脑的健康的 如果睡觉 睡得不好呢 脑的健康不够 不够呢 脑的健康不够呢 就容易一些呢 就是有这个 认知症的 好了 那时间呢 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睡着呢 就可以起身了 是的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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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没有一些问题 是可以给 李医生 李医生是 很乐意接受大家 的问题 咦 没有呢 不如我补充少少 什么叫适当的 这种酒呢 就是呢 十三点二个gram 就是你一个酒杯 红酒不会装门的 就是装 红酒那些杯 一杯 这样 那就是每日的一杯 那就叫适当 多个三杯呢 就叫多 就是每天 两杯就是中间 如果一个朋友一天一杯 或者一个礼拜喝两三杯 都不算多 是这位 有 说红酒就说十三 十三点四 如果你是啤酒 就差不多一杯 啤酒 不是特别大的那些 不是特别大的那些 是的 因为现在很流行 是用那些 煎酒 或者一些浓烈的酒 去浸那些 梅酒的人这样喝 那其实 如果这样比较红酒 红酒 红酒是十三点多 那如果那种是四十几个百分比 是否喝三分之一 的红酒 就是这样计算 这是三分之一 可能是 可能是我们要用心去做的 但是 这些 是我们要用心去做的 有什麽意見呢 怎麽才可以有好的睡眠質素 這是一個很深的學問 其實都是靠自己的 很明顯別人不能代你睡 都是你要自己去睡覺 不過香港的確是比較難處理 因為除了自己之外還有一個環境因素 例如你外面太吵、太光、太盛 就真的比較難睡覺 但我們香港人最常見的睡不著覺 都是我們擔心太多 日有所思的,太多事情想 太多顧慮、太多擔心 所以令睡眠質素 睡眠時間可能夠,但是睡眠質素真的不好 我自己昨晚睡覺睡眠質素都不好 因為今天要講書 所以… 我前晚睡得很好,不用講書 今天要講書睡得差一點 所以… 大家不覺得的 但是其實睡得不好 就… 怎麼說呢? 我又不想提議 你睡得不好看精神科醫生 但是… 你到這段時間都可能要找一些幫忙 這樣… 做運動… 做運動… 如果是做輕微運動 就是講拉筋運動 第一,睡覺前我們不建議做強烈運動 所以那些空肺的運動 或者大洋運動 我們不是建議你睡覺前做的 睡覺前就可以做一些拉筋運動 就OK的 但是睡覺前… 所謂前的意思呢 都是睡覺前半個小時之前一定要做的 不是說… 一會兒… 五分鐘後睡覺 你現在做就不是這樣 就是…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做 那… 做一些拉筋 這些都可以的 其實… 但不要做太激烈運動 相信李先生今天一定要… 提子核油是嗎 那些嗎 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橄欖油 那些橄欖油的意思 通常橄欖油是食用油 所謂的 用來做的 那… 提子… 那些… 那些… 菩提子油呢 都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轉 我們… 通常叫你不要… 用那些… 就是以前… 現在這麼說花生油 以前我們經常吃花生油 但是花生本身沒有問題的 是花生… 裡面… 就是… 它… 做得不好的時候 有種叫什麼… 那些毛… 我不知道 英文就懂 中文就懂 叫毛… 它裡面有些毒素 做了下來的 花生本身沒有問題的 其實… 剛才… 講酒那裡… 其實… 我… 去年都試過浸酒的 其實… 都沒有… 看報紙 就… 用一些… 煎酒 煎酒 清提子 大家有沒有浸過 其實… 都挺好喝的 其實… 那… 浸了一瓶出來 每晚都會這樣提議 喝一瓶而已 其實… 就叫你吃十粒 十粒… 十粒… 青提子 不得跟著 一個瓷筋不得跟著 這樣… 很少酒而已 那些… 那些一定可以的 其實… 一杯… 有 毒藥的… 很多… 那些… 那… 相信你醫生 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好 明天不用說話 好… 多謝大家… 有機會再來 想一位… 我代表香港律科基金 順利感期給你醫生 谢谢大家